日前 陈慧希就爱谢指会主持香港一党讲述零一故事的栏目 外谈林苏琪 但表现获列评 18日晚 谢指会第二次做主持 有观众陈小姐打电话参与节目 向谢指会连珠泡发 质疑她没有资格做主持 样子感客 不懂问又不懂答 死在发梦 被斥责的谢指会在镜头前消失了几分钟 她在现身时说觉得好难受 之后泪如雨下 所以可能她都有一点打得不太好 但是都给此机会她了 虽然她经常不听书 但她会改的了 Pammy自己有什么想说 那都是那句了 其实是难受 但不要紧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可以很坚强去面对所有人的批评 而且尤其是我们做直播节目 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影响节目进度 我们要学着去面对所有负面的批评 变成你的动力的力量的进步 时隔一天后 19日 谢指会举办庆祝17岁生日活动 大丸致富诱惑 当被问及观众怒骂一事时 谢指会表示每一次都不开心 但已成习惯会努力做好自己 累积更多直播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